粮票是一个国家在特定时代的产物 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 粮票也是中国发放的一种购粮凭证 随着社会的发展 它已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如今成为收藏者的宠儿 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 有一位82岁的老人 他叫王仁郝 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收藏各类粮票 至今已收集到全国各地794张粮票 粮票面值从25克到1000式斤不等 粗略统计 他收藏的所有粮票面额总量达2000余金 在王仁郝看来 粮票极具审美价值 各地票样设计风格不一 图案多反映当地的名山大川 建设工程封土人情 王仁郝将收集来的粮票 整齐存放在两本集邮册里 按照全国粮票 军用粮票 地方粮票 归类收藏 虽说700多张粮票 面值有大有小 图案也各有特色 但王仁郝尤其喜爱一张面值为一两的 海口式专用粮票 该票票面有椰树海运 稻田农民独具海南特色 由于当时海南尚未建省 这张粮票显示为广东省粮票 极具历史代表性 在谈及多年来收集粮票的经历 王仁郝坦言 早些年通讯设施不发达 收集粮票有难度 许多粮票只能通过书信交往的方式获得 目前王仁郝 仍与全国各地的票友 保持着紧密联系 不断交流与交换收藏各种粮票 他希望能收集到更多更有价值的粮票 将它们好好地保存 除了粮票 王仁郝还收藏少量的布票 他告诉记者 这些小小的票证 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历程 也是一种历史的印记 承载着特殊的历史意义 不应被世人所遗忘 我费尽在某历史上 我费尽在某历史上 和字幕线 大疏 诶 迟